各位朋友大家好,祝内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 那么我是这个王浩然,王浩然王牧师 欢迎你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我们这个频道呢,就是立志于这个讲述 然后分享这个信仰与人生的道理 希望呢,我们人能够通过我们的信仰 活出一个这个属神的生命来 活出一个有信仰的生命来 让我们有喜乐,有平安 那么呢,我知道大家呢,可能这个早都听说过这个圣经 是吧,然后呢,对圣经呢,可能也读过几遍 那么对这个圣经博大精深 然后呢,翻译的这个量呢,在世界上2000多种语言 普及率最高的 就算很多的这个国家为了阻止这个圣经的发行 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还是不能完全阻止这个圣经的发行 这个呢,圣经呢,这个作为基督教 他的这个教义,就在这个圣经 这66件书里面 那么呢,因为他跨越到历史时间也很久啊 那么几千年的历史 然后呢,有不同的民族 然后这个也久远了 所以呢,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变化太快 那么呢,已经是目不暇接 特别面临着很多很多很大的问题啊 别说这个各种毒品合法化了 同性婚姻了,是吧 然后气候的变化啊 然后人的堕落啊 这个道德观念啊 很多地方这个是说 人类好像是在地球上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这感觉啊 已经失控了 OK 那么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圣经呢 从这个圣经里面啊 找他的真理去 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圣经的真理 能够把他这个认识到 而把他活出来 然后那么希望我们相信 神既然赐给这个圣经 他就会啊 这个引领我们在前面的路啊 让神爱世人啊 甚至将他的都圣子赐给他们 对不对 赐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相信神 他会啊 不 只是让我们经历这个苦难 让我们认识他啊 并无 神并没有本意 让我们消失的 好不好 啊 一定让我们克服困难 在这个时候 那么谁啊 能够克服这个困难 那最后得到的荣耀 就可以面见主 好 那么呢 我现在在做这个 那个圣经啊 就啊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这个系列 那么这个系列呢 是五十讲 啊 这五十讲呢 我前面已经讲了二十七讲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讲的是第二十八讲啊 啊 讲这个第二十八讲的时候 那么呢 我也是把这个前面讲的内容呢 简单给你介绍一下 这样呢 你可以了解 你也了解一下 那么我这讲这五十 圣经这五十讲到底啊 讲的什么内容啊 啊 有个大概期的了解啊 不想占预你太多的时间 好 那么呢 啊 我讲这个是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想知道的啊 圣经讲的什么呢 就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树里有神和神创造世界和宇宙万物的世界观 OK 那么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呢 他当中啊 这个啊 这个最让这个神啊 得荣耀的创造这个核心的创造 实际上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成人 所以我们要认识人的本质和他的属性 OK 那么整个我们生活呢 不是单独个人的生活 而是一个社会生活 而这个社会生活 它有个基本的单位 我们说社会的细胞 是什么呢 是家庭 而这个家庭呢 那么圣经到底 他讲什么呢 啊 神赐给我们的婚姻 啊 我们这个婚姻呢 是与神所立的约 那么了解这一点呢 我叫做至关重要 那你就不会随便破坏这个婚姻 而是尽你所能 去维护这个婚姻 让这个神去得荣耀 是不是 好不好 那么人类他生活着啊 人类要组织个社会 组织个社会会产生很多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当然包括战争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和啊 知道 但是所有的问题的总根源呢 那么就是归结到什么呢 就是罪造成的 这个罪的 而这个罪呢 是最早呢 是从这个伊甸园开始的 对不对 那么呢 有这个罪呢 人得需要数这个罪 数这个罪 那么最早过去呢 在这个新约 这个圣经 它到底讲的什么呢 这个旧约39卷书嘛 新约是27卷嘛 是吧 那么在这个旧约里面 就是说呢 犹太人呢 他们要过这个逾越节 就是绕过去啊 过这个逾越节 对犹太人说 这个过这个逾越节 就给中国过大年 还重要 但是它的含义 远远不是这个过年 欢欢喜喜 高高兴兴 而是说神的救赎 对他们的拯救 OK 那么呢 这个就是过于越节 但是到了这个新 到了这个新约以后 那么它的救赎 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 在十字架上 后来我们会讲 分享这个事情啊 OK 那么在这个圣经里呢 旧约里面有很多历史 有很多历史 那么这些历史是干什么的呢 OK 我要说 这个圣经到底讲什么呢 是讲这个历史啊 讲这个犹太人的历史 是这个啊 这个整个人类史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这个人类历史的一个代表 一个素颖 是吧 一个素颖 它这个是犹太人的历史呢 它这是里面 一直有神在这里面引领的 意思是 它是 是犹太人的历史 又是一个宗教史 还有一个是现实的历史 一个现实的历史 这是讲这个 那么还有一个 在圣经里他讲什么 有这个人嘛 是吧 那么人我就讲什么 有人权 你问活着是吧 对不对 这个人权什么是怎么呢 我们说天赋人权 实际上本质就在神赋人权 现在还会讲一个问题 叫普世价值 那么普世价值 又包括很多内容的 普世价值 它是什么呢 我们说是神 是这个普世价值的富裕者 神是普世价值的守护者 神还是普世价值的体现者和代表者 这是我们讲圣经里面 对不对 那么呢 神本身呢 可能是我们看不见摩托者 但是神是可以验证的 对不对 还有呢 我们讲的圣经到底讲什么呢 那么 那么人需要树立正信 极其宝贵的 极其宝贵的 好不好 对 那么呢 我已经讲到 就是说最后了 对不对 那么树立要人需要重视 需要重信 正信 而且呢 人需要重生 父母 母亲的肚里生出来 那是第一次 对 那么呢 这个人呢 还需要重生 而这个重生 是这个原来这个出生的 一个 在那个基础上的 然后一个必不可少的 非常重要的 这个一个阶段 一个重要事件 不能理解这个重生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能建议自己的性量 要打不到重生的话 你也不能进神的国 是吧 它跟后面的 有关系 圣经讲的 对不对 这是对我们的理解很重要 那么今天呢 我就是给大家 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第28讲啊 对不对 人需要与神和好 人需要与神和好 而和好的唯一途径 是靠 信靠神的独生子耶稣 这个道理 对不对 然后 我们讲啊 这个呢 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神而且是 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了人 那么造了人以后 那么神看着亚当和夏娃 他特别爱他们 是吧 他们对 就像我们父母 对我们比较关照啊 现代人比较好 比较那个什么 比较有能力了 好像 然后第一 大学毕业以后 找工作 找工作 赚钱啊 赚了钱以后 自己啊 可能有父母知识 可能没有父母知识吧 然后自己去买个房子啊 像我们这样 基本上是这样的哈 OK 但是在这个农业社会 在这个生产不发展的时候 就算现在的时候 那么父母呢 也可能给你准备一些 这个 结婚的东西啊 生活用品啊 这个也是很难免的事情啊 人是常情 那么当时呢 就是说 神呢 就 看着这个亚当夏娃 对吧 这个亚当 一个人 一个人独具不好 然后呢 就给他配了一个妻子 是吧 叫夏娃 两个人呢 就在伊甸园里 好好过日子嘛 挺好的嘛 是吧 一夫一妻的 OK 那么神呢 就是亚当和夏娃 在这个伊甸园里呢 做了一件坏事 违背了神的命令 是吧 那么呢 这个违背了神的命令 就大大的得罪了神 是吧 神就把他们 煮出了伊甸园 煮出了伊甸园 本来神告诉他们 你们吃的时候 必定死 是吧 这个我们平常理解的时候 他们必定死啊 他肯定是 没有呼吸了 没有心跳了 最后躺在那呢 就就死掉了 其实不是这样 OK 那么当他们 等这个亚当和夏娃呢 他们一 这个蛇引诱以后 首先引诱的是夏娃 那夏娃呢 又把这个 这个吃这个果子呢 又让他丈夫 亚当也给吃了 两个人就同时都吃了 OK 所以呢 这个罪呢 违背神的命令 这个罪 触犯了神的这个罪 就夹到他们身上了 夹到他们身上了 也就是他们大大得罪了神 哎呀 我造了你们 然后按照我的形象 造了你们 等你没有生气的时候 我从鼻孔里给你吹了生气 然后看到你独居不好的时候 又给你造了个妻子 OK 你自己没有住的时候 我是当父母的 又给你造了个伊甸园 那里面什么树啊 水啊 什么都有的 什么都可以吃 什么都可以用 真的是非常好 那么只是给你提出一个 给你个自由 给你个自由意志 然后告诉你 哪些事情可以做 哪些不适用 不可以做 这么多自由 然后就有一点 是吧 这个圆子中要 那个善恶树的果子 你不能吃 OK 结果他都是偷着给吃了 不当回事 OK 所以得罪者 我想讲的意思是什么呢 现在呢 你把这个神给得罪了 然后呢 你们在吃这个果子的时候 其实已经把神赐给你那个灵气的生命 圣灵 赐了一个圣灵的生命 带着灵气的生命 已经给死掉了 已经死掉了 那么这个死了 然后呢 对不对 你 那么你得罪了神了 那现在想做的事吗 你就需要和神和好啊 对不对 要需要和神和好 那么你不和神和好的话 你和你的造物主不和好 你和你这是说掌管万有的神不好 你就相当于一个人啊 居住在一个 完全对有一个 有一个人控制的这个乌严下 他控制所有在他控制的 那你就给他过不去着呢 你就给他完全得罪了 是吧 完全得罪了 那在这个情况 你不给他和好的话 你想的日子怎么过啊 随时可能面临着死亡 面临着各种的威胁 是吧 也可能说我们中国话说 也吃不开吧 是吧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说呢 那个人呢 因为这个原因 一定需要和神和好 就把这个关系 原来破坏的关系 重新和好的关系 对不对 你知道那么多 多么珍贵啊 你知道 你是当学生的 那边有一个老师 你把老师给得罪了 你想想 你现在是个员工 你下面顶头上司 你给大大得罪了 你还得在下面工作 下面工作 你想想的日子 日子怎么过啊 那最简单的办法 给他和好嘛 所以呢 现在讲的是 人需要和神和好 和你的创作主和好 对不对 那么怎么 刚才我说的啊 就是和创作主和好 需要和的和好 这个呢 主要是在这个创世纪的哈 第二章 还有第三 第三节 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 那么第二章的创世纪里呢 他就特别说 谁说 他说 你给人造了园子的哈 他说 他说只是分别 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吃的时候必定死 然后呢 在这个第三章 第六节 他说 于是女人 就是吓娃了 见到那棵树上的果子 好 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切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吃了 她 就给她丈夫吃了 是吧 可是 在这个罗马书啊 六章二十三节 说 而罪的公鸦乃是死 唯有在神的恩赐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 乃是永生 这是说 圣经的经文啊 和刚才我讲的 都是讲这个道理呢 讲这个道理 那么 那么你怎么就和神和好了呢 我们平常的时候 给他和好 说好话 是吧 给人这个送点礼 是吧 赔礼道歉 是吧 还有各种事 然后呢 这个 给更多的时间 是吧 时间过去了 然后过去的事 忘记了 然后就和好了 这是我们平常人 做的事 或者找一个朋友 给说一说 咱们俩当时有误会 是吧 然后跟和了 但是神在这里 没有讲这一套的 你想这一套的 他找的是非常确切的 根本的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呢 是对任何人都有效 你肯定讲 我们给和好的方法 你可能各种各样的都有啊 但是呢 神用的方法呢 是对任何人都有效 而且有特别的好的效果 特别好的效果 就像你啊 这个有得了肚子 有感染 我马上用抗生素 一吃 好不好 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吧 我没有抗生素的时候 我倒几瓣蒜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也 喝了 也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非常有效 是吧 那么现在呢 他不是 你平常吃这个 吃这个蒜的问题 他是说什么呢 用的方法呢 我们看这个约上福音啊 第十四章呢 第一节和第六节 他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乃是要信 当要信我 第六节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接着我 没有人到那里 到父那里去 那么我们 神呢 他是造万物的神 并且按照他形象和样式 来造我们 是吧 那么我们 作为一个人 我们是罪人 那么作为一个罪人呢 我们是在神的面前 是不能站得起来的 那更别说 能够到父那里面去 让父来接受我们 是吧 让父来 然后他撑我们的 让我们 让他接受我们 做他的儿女 是吧 让他们做他的儿女 那么怎么去呢 那么神有绝招了 刚才我说了吗 对不对 他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的生命 你要获得 这个有灵的生命 那么你找我 你找我 那么我是这个生命的掌管者 就是神的 他派着耶稣来了 那么耶稣呢 神派的独生子 到地上来 是专门干这个的 OK 干嘛干 他就是生命 那么他就是真理 OK 所有我们讲的真理 物理化学的真理 那么我们这个 生物学的一些真理 这都是一些 一般性真理 而 这个最高的真理 核心的真理 对吧 核心的真理 那么都在这门声音上 就是说 整个宇宙怎么来的 万物怎么来的 提出神造天地 这就是最大一个真理 OK 那么神呢 他有圣父 圣子 圣灵 创造一转 三个位格 这也是个最大的真理 那么人要和神和好 OK 他 他也讲这个真理 而这个讲的道理 讲这个真理 你一定要到富南里面去 你得走一条路吧 OK 我们到从北京 坐飞机 然后来到多伦多 那么中间呢 你可以通过北极 是吧 这个航线 也可以通过温哥华 这个航线 是吧 现在人们都不坐温哥华了 都是坐北极这个路 OK 那么现在耶稣说的 我就是道路 OK 这个是呢 你寻找他的指引 寻找耶稣 给你指引这个路 踏着耶稣 在十字架上这个路 OK 那么按照他的教导去做 然后呢 你就会 就会 就会和父神和好 那么和父神和好的 这个唯一的道路 就是信耶稣 怎么说唯一道路去呢 那在这个圣经里呢 他教导我们 他讲这个道理 他其实很多东西 是相互两贯的 在这个使徒行传 第四章 十一道十二节 他说 他是你们将人 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我们盖房子的时候 现在你可能是电地机 打这个打好了机后 然后用这个钢筋 混凝土一贯住就行了 是吧 但是呢 你做这个房子的时候 你肯定有一个 这个做这个房子 跟基的时候 有一个最早的时候 打的地方 那这个打的地方呢 肯定是呢 他要定出这个方位来 OK 从哪开始 从哪结束 整个什么布局 他跟有了 那么犹太人盖房的时候 他是先把那个防角石 给放好 那么耶稣呢 他是被犹太人所砌的石头 而结果呢 他最后呢 他成为防角石 就是定根基的石头 定方向的石头 OK 定位置的石头 是神赐下来的 OK 是神赐下来的 那么后面说呢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这块石头 不是一般的石头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石头 应该石头 加上一个引号的 对吧 加上一个引号的 那么 他要想说的什么意思呢 你要想得救的话 你只有靠着他 只有靠着他 是吧 因为只有他是神派下来的 独生子 他是一个 生下来以后 就是一人没有罪的 罪人不能为罪人代数 代替给你赎罪 而只有一人才可以 而且是专门派来的 OK 我们很多人可能死在十字架上 有可能各种原因死了 但是你不能为我赎罪 你也不能为他赎罪 但是只有神 他按照的形象和造的人 犯了罪的 而神又把他的独生子 专门来到地上 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来替代我们的罪 替代我们的罪 一方面是神 那他形象和样式 所造的人 他们犯了罪的 另一方面是神 他这个神本身要道成肉身 我们看见不一样的神 无始无终的 OK 自然这无始无终的 这个就是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这位神 是吧 对不对 能够有大能创的一本 长一长历史 那么他最后呢 他通过语言文字 他道成了肉身 然后呢 他 这个才为我们赎罪 他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本质 有这个 这就是讲 我们讲这个 这个和到了神诞里去 因为天人间 没有赐下的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只有靠着他 他是唯一的 他也是完全可能的 他是充分的 也是必要的 只要你 只要你跟随他 信他 那么你肯定得救 OK 你不信他 不跟随他 你肯定得不了救 好不好 这是说的 是唯一的道路 那么在这个 罗马书 第三章 第23 24节 他又把这个 救恩的道理 给我们一个 救恩和神和好的 这个道理 又给我们进行 深入场上 他说23节上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手 OK 就白白的称义 神设立耶稣 作为挽回地 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血 OK 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血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恕人 坚实说犯了罪 现在明白了吗 OK 那么我们的祖先 十足 亚当夏娃 他们在吃了这个 吃了这个 这个 上了树上的果子 神不上之后 他犯了个罪了 那么犯了罪呢 神对我们有个 补救措施 那么他补救措施 就是把独生子 刺到地上来 那么刺到地上来以后 以他的死 在实际上的死 专门的 特别的 他是得胜的死 死了以后 第三天又复活了 然后呢 为我们赎了罪 他凭了他的血 OK 做了这个挽回信 是吧 那么呢 但是呢 这里面有凭着人的信 OK 我这个信呢 是我们对 耶稣基督的相信 Believe in 然后呢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英文叫Faith F-A-I-T 是吧 OK 那建立起来 这个信心 改变 悔改 改变我们的心意 OK 改变心意 把这样的话 神就把我们的罪 给赦免了 我们在他的面前 就从罪人变成 在神的眼里 成了义人了 OK 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 站起来了 那么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和神和好了 OK 所以呢 亲爱的朋友 主内弟兄姊妹 那么呢 我们 这个和神和好 最简单 也是确实的 也是唯一的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信耶稣 通过信耶稣 然后和神和好 就通过信耶稣 那么说 在这一幅所书第二章 第八节 他又做了个总结 他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OK 什么恩呢 神赐的恩典 然后呢 耶稣基督 他道上肉身 来到地上来 他把他独生子刺 而且让他我们罪死了 这都是神的恩典 也因着信 OK 这是我们 作为一个罪人 一个家庭作为人 一个国家跟罪作人 一个民族作为人 也全世界人 作为罪人 然后因着信 信一位神 耶稣 耶稣 罪是因为 从一个人 亚当夏娃 这个师祖而来 那么呢 我们又因着信这个 信耶稣 信耶稣 这一个人 他为我们对死的事件 然后我们而得救 然后呢 这就是 耶稣就是一个桥 通过这个油 通过这个和 就是这个和好的桥 然后呢 这个让我们 通往从 从左侧是罪人 然后通往从 对 转换的时候是义人 OK 然后和神和好的人 等你和和好的人 我们心情也好了 是吧 我们也喜乐 我们还有平安了 是吧 我们最主要的什么呢 我们今生生 这个今生生活 更有意义 然后呢 那么我们在死的时候 那 然后有盼望 OK 因为我们这个 耶稣基督 他会快快的再来 来了以后 会把我们 让我们复活 而别提着天上去 和他相见 是吧 然后呢 这是进到天国里面 那么第一批复活的人 有机会和耶稣基督 一同坐望 一千年 是吧 所以呢 那么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有信 有盼望 有爱的人 OK 那么 这是我想跟大家 今天分享的 是吧 人需要的 要需要和神和好 OK 而和好的途径 就是耶稣基督 神的独生子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 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今天的节目 然后呢 这个 可能你的朋友啊 亲人呢 分享这个 需要与神和好的道理 然后呢 让我们一起来信耶稣 然后和神和好 也能够 有永恒的盼望 那好了 再见 好